您好,我是细草微风 本集分享两个真实的生活小故事 近水深流,有的时候安静比行动更有力量 谁是入侵者 自从儿子搬出去住,先生过世之后 胡太太一个人住在豪宅大院里,更觉得寂寞 于是他把大房子卖了,买了两间小坪树的公寓 他自己住一间,邻近的一间给儿子住 胡太太有的时候去采买,顺便也帮儿子添购一些 他有公寓的钥匙,可以直接把菜和食物放到儿子的冰箱 一个周六的早晨,胡太太吃完早点,顺便也买了一份早点给儿子 他猜想,儿子平常工作繁忙,周六早上可能还在睡懒觉 于是胡太太直接开门进了公寓 把早点放在桌上,擦擦洗洗,又去切了一盘水果 不久,儿子从卧房出来,脸色很不好看 他低声解释,女朋友昨晚来过夜,现在还在卧房休息 他请胡太太离开,希望母亲以后如果要来,必须先征得她的同意 胡太太回家之后,心里有点不适滋味 虽然理智上,她理解儿子的想法 但是情感上,她觉得受伤害 公寓在她的名下,是她免费给儿子住的 她从来也没有见过儿子的女朋友 这个陌生人正安稳睡在她的公寓里 为什么她自己好像成了入侵者 捣乱的棉被 周太太从台湾到西雅图来探亲间旅游 她住在儿子家 这一天,儿子媳妇都去上班了 她突然接到媳妇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 媳妇拜托她去卧房查看 是否在梳妆台上看到她的手机 周太太平时绝对不进儿子和媳妇的房间 她知道这是他们的私领域 她回报媳妇,手机确实留在梳妆台上 周太太不经意的看到床上的棉被没有折好 皱皱的乱成一团 她理解儿子媳妇早上赶着上班 没有时间把棉被铺好 西雅图这几天下雨 天气潮湿 棉被缩成一团 湿气太重不卫生 她顺手就把棉被摊平铺整齐 她才跨出卧房 突然感觉不妥 虽然她是好心扑棉被 她担心媳妇以为婆婆嫌她不爱干净 或者媳妇不喜欢别人动她的东西 周太太立刻回头 她走到床边 掀开棉被 捣乱成一团 尽量恢复到原先混乱的模样 她走出房间 关上房门 暗自庆幸 自己没有多此一举 我是西草微风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和留言讨论 再会